我上的sample 跟下午的sample 把它合并在一起 上面的话会有个testview 这个专业名称叫我的地图 纬度 精度 定位的方法 Network定位 因为我在室内 这个地方就会抓到我现在的位置 这个地图的话可以做移动没有问题 不过会慢一点 放大缩起来不会有问题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利用这个方式 知道我现在的位置 基本上它有点像把Google Mail 迁在这里面 所以你可以去做移动都不会有问题 只差一个小绿人 我们如果有个小绿人还可以飞过来 但是在这个SDK的版本没有 可是反而在那个JavaScript版本里面就有了 JavaScript的版本 其实会比这个简单 多了而且功能比这个强一些 只是说 怎么样 只是说那个我们如果要用那个 就是JavaScript的方式来做的话 必须要把它放在 WebView里面 才可以做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那个方法我觉得比这个简单多了 这个我看会搞死人 这个一般人 而且他如果要给你一个改版的话 下一个版本又给你改一下 我看很多人又 又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如果用那个JavaScript的方法来做的话 他不需要申请那些有的没的call 直接 就是一行 呼叫一个什么 呼叫一个JavaScript的JS档 就可以去 抓地图过来看 如果比起来的话 那个简直太比 简单至少10倍以上 那 只是说我们要把最后的结果放在一个WebView 其实 跟Fragment 放Fragment 不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秀起来的感觉 没什么差别 其实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个demo 就类似像这样子 这边有一个是 我做的一个demo 这个是用那个 我看一下 这边 福里地图 福里美食地图 这边在右下角这一个 那这个地方他会先秀一个 秀一个 一个那个封面 然后进来的话 基本上就会有一个美食地图 那 底下就是有个Netbar 你可以显示上面有打地标 那如果我要哪个地标你可以点一下地标 左上角会有个小人 这个小人应该各位 都不陌生 这个小人按住他不要放 可以把它拖拉下来 他会飞下来 你放开之后呢 一样会有接紧 一样可以去点接紧 可以往前往右 但是这个功能 在GavaScript版本有 可是在SDK居然没有 而且他的接紧其实我手机是很流畅的 只是因为这个控制不流畅 你们大概知道有这个 就OK了 然后呢可以再 再切回来 back一下 又切回来 又可以再 不对 又可以继续去找 然后呢 可以把这个清单 看你这个显示哪个地图 也可以用 地图模式 或者你可以用一个清单模式 这个清单实际上也是类似 我们的那个 ListView 类似的方法 你可以点下去 也可以跳到那里面去 好 那其实方 差不多 只是说在 感觉用GavaScript版本来做 简单很多 这个我想 对 只是说我现在把 这一个结果 放在那个 WebView里面 并且把它最大化 那看起来基本上没有差别 而且你在双核心手机上 我这双核心不是很快 跑起来其实基本上就已经 够流畅了 更不要说是适合的 OK 那这个我想后面再补充一下 我觉得有时候做地图 可以不用这么苦命 UI 绝对是比起来 比我们这个好看 很多啦 所以如果你要做UI的话 用那个绝对是玩风了 完胜太多了 那只是说 那个开发环境 当然比起这个来 开发环境比起来 那个必须 它没有像Eclipse 这么好用的开发工具 它可能还是要必须利用 像Juneweaver 这样的环境下 那没有提示 你必须你要自己敲 所以这个缺点在这里 其他都要大同小异的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所以请各位等一下 一样 或者再复制一个 名称我把它改一下 CH14 叫MyMap MyMap里面需要的东西 也是一样 我们的View的界面上面 基本上 就是我们刚刚类似的 有哪一些 我把这个Layout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Layout上面的话呢 就是非常简单 上面我们需要的就是 一个TestView 加上一个 这个Fragment 所以你可以把刚刚的东西拿来用 那名称的话稍微改一下 上面这个TestView名称叫 TSV 那底下这个就是叫 MapFragment 那我们 上面也是用那个 LinearLayout 这第1个 那其他的话 相关设定我想 像那个什么 Manifest档里面的设定 跟刚刚是一样的 流程一模一样 那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这个 这个 程式要怎么去撰写 OK 那请各位先自行建立 我等一下再把那个画面提供给各位参考 好